杨顾问里德 杨顾问可以说是严挺计从 可以说在当时 李德何伯谷就是苏区的老大 一来就否定了猪毛的游击站的打法 说这是跳套主义 可以说他说的话伯谷是一定照办的 反而来中国有一段时间的他 年轻的李德精力旺盛 表现出比东方人更强烈的求偶欲望 何伯谷说 想找个老婆 甚至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虽说伯谷对李德是言听忌徒 但是在这近是什么 伯谷坚持了自己原则没有答应的 可是时间一长就传出这位杨顾问 李德骚扰女性的世界 消息很快就在整个苏区传开了 影响很不好 伯谷就找到李德问这么回事吗 李德很无奈的说伯谷是男人 我也有喜欢女人的权利 经李德这样一下伯谷也不好再过分的责问他 伯谷说 看来要帮你介绍个老婆 一听这个李德就高兴问谁漂亮了 伯谷说你等消息吧 后来伯谷决定通过组织上 副委主任李坚珍找来 叫他给李德同志介绍个女朋友 李坚珍很无奈 说他意外我怎么介绍 就有人家都听不懂他的言语 以后怎么一起生活 伯谷很严肃的对他说 这是政治任务 你必须完成 李坚珍不敢怠慢 就想到了同乡萧月华 毛主席曾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干部 刚开始的萧月华也坚持反对 但经过李坚珍的游说 说给他做老婆 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就连伯谷同志也已决定你同他结婚 此时的萧月华沉默 长叹了一生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认了 就这萧月华成了他第一任老婆 为什么说 萧月华是他第一任老婆 因为这位杨顾问李德 后来就喜欢另一个女人了 她就是李立莲 当时李立莲是一 名歌唱演员 不久后萧月华和李德离婚 后来李德就和李立莲结婚了 婚后 李德和李立莲经常一起跳舞 散步和买菜 行影不离 他们相约在中国生活一辈子 也这一切都在1939年8月28日清晨打破了 莫斯科来信让李德回国 因为不能带李立莲一起 从此他们就天歌一发 再也没有见过面 杨顾问李德在中国的传奇婚恋 先是骚扰女性 再到许过两期 长达七年的中国之行画上句号 李立莲后来在延安担任 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助教 建国后任全国复联儿童工作 在1965年4月并逝于北京 肖岳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后条卫富军职待遇1983年11月3日在广州市市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